班旦美华国中学校食堂准备的食物多样,价格也便宜 但对有些学生的家庭来说,仍然是一个负担 我们的学校大概有50%的学生是属于B40的 因为我发现到有些学生真的是没有吃东西就来学校 不忍孩子们挨饿,校方向慈激寻求援助 希望能补助清寒学生的餐费 经过慈激志工与校方评估 共有54位学生受惠,食堂业主也共享盛举 我们给肯定,煎饭给鸡,给食物,给食物,给食物 我希望这个努力能够充断给我们的学生 希望我们的学生选择比较更勇气 为能维修和学生的学生 填饱学生的肚子让他们可以安心就学 校方与慈激签署合作备忘录 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 学校其实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教育方面 能进入学校帮助学生 接下来我们是会再讨论要怎么样去带动学校 希望接下来能开花结果 能帮助到这些学生 参废补助只是一个开端 未来慈激和校方持续合作 照顾学子 将爱与关怀注入孩子们的心田 麦戴爱何永康 雪兰娜报道